台湾劳工团体近期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秋斗游行 24号是第五天 25个劳工团体集合前往民进党2024候选人赖清德的竞选总部前抗议 控诉民进党的执政让台湾社会向下沉沦 他们呼吁反恶政反贪腐要和平 要终结绿色恐怖 24号是台湾秋斗的最后一天 超过25个劳工团体在台北自由广场前集结 游行至民进党2024候选人赖清德的竞选总部 我们要来为绿色执政送终 今天如果不把八年的绿色执政终结 台湾将陷入万劫不住的处境 劳工团体拉起黑色布条 奏起哀歌 并在民进党党部挂出写有 庆竹难书的大福海报 表演蔡英文赖清德压榨劳工的行动剧 为避免发生冲突 当局派出警力在赖清德竞选总部周边戒备 国民党和民众党都对秋斗游行表达支持 我在此表达挺劳工的立场 请大家团结一起下架贪污腐败的民进党 劳工团体表示 民进党执政八年来 台湾社会越来越向下沉沦 贫富阶级对立民不聊生 民众活在战争阴影的恐惧之下 他们期盼各党重视劳工声音 并将秋斗诉求发给三组候选人 民众党和国民党都有回应 只有民进党赖清德已读不回 今年秋斗主题是终结绿色恐怖 反恶政 反贪腐 要和平 活动总领队黄德北表示 有一单新民进党侧议和网军的攻击抹黑 许多过去走上街头的团体 今年都鸦雀无声 即便是学者专家也敬若寒蝉 但秋斗团体绝不会因此却步 会继续走上街头 会继续走上街头的创音